小迷小迷 十万火急 我的房子被洪水给淹没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这关我什么事 反正我又不住啊 哼 你不是自吹自也是建筑大师吗 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再给我建一个 好家伙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 帮我建也行啊 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公报私仇 可管你下个月的零花钱的 我去 你这完全不给我留选择的机会啊 算了 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我就帮你建一个吧 让我想一想 建个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好呢 哎 有了 这次我就用机研给他打造一个 独一无二的豪华别墅吧 这边地板和墙面 看我全部都用机研给围上 这样密封起来 不是我吹 就算是有核弹也撤回不了 下一步就要开始装修了 床的话就用第一次给他手工打造一个吧 不仅能睡觉 而且还能在上面按摩活动筋骨 简直不要太爽啊 另外一次的话 看我再给他做一个超大的游泳池 天气变冷了 里面全部都放上眼尖和土水 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泡温泉会冻感冒了 不过话说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会不会太孤独 既然这样我就再放一点点的包包蛋陪陪他吧 嘿嘿 有了包包蛋的二十四小时陪伴 到时候保证让他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去 臭小迷你确定这是给人租的房子吗 不懂了吧 你看我这设计的多么温馨 不仅有自动按摩的床 而且还有管家 嗯 你管这些包包蛋就管家 不行赶快给我重新改造 不然我就拆了你的房子 凿了你的地 且一点都不懂得欣赏艺术 好